医者 以医为生也 作者 莫言 或许你认为 医生 顾名思义就是一生行医 以救死服伤 拯救生命为奋斗目标 以崇高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为动力 为医疗事业奉献一切 奋斗一生 的确 作为一个行医者 必须具有这些品质 可是你去看看当今的一些医者 他们有些已经没有良知 没有医德了 从中国的古代看 行医者确实是尽心尽职的 如春秋时期的扁阙 他看见蔡皇公气色不好 曾三度进行劝戒 可蔡皇公不听 说他喜欢医治不病的人为功德 可是不久后 皇公就死了 作为一个臣子也做到了应做的事 只是蔡皇公没有领他的情而已 这就是他的医德了 如此行医者还有很多 如东汉的神医华陀 唐代的药王孙思苗等 皆以医德医品而名 当今中国的医界已是一团糟了 可能是权力社会 金钱社会和关系社会的影响吧 医院本应是一块净土 可是现在却变得浑浊不堪了 许多医生正如蔡皇公所说的 喜欢医治没有病的人为自己的功劳 如果你不信 那再看下去吧 听说在某某医院 有一对从农村来看病的夫妻 本来他们只是患了点小感冒 几块钱的药就好了的 甚至不吃药也应该会好的吧 可是医生却严厉地说 是什么急症得马上治理 如不治理就会有什么危险 对于一些农村人来说 他们什么也不懂得 听医生说严重也值得听从 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 一个农村家庭要住院观察好多天 要面对多么昂贵的药材 要吃要喝 那么多的费用他们能承担得起吗 那样做给他们带来的是多大的压力呀 可那些医生就过亦得去吗 他们的医德医品哪去了呢 他们还有良知吗 还有某某城里来了个流浪汉 躺在公园的木椅上 人们发现他发高烧快不行了 就把他送到医院 送到医院后就没有人管他了 医院间在他身上捞不到好处 治疗将会损失好大一笔钱 干脆就不治了 半夜找人把他拉到郊区扔了 那流浪汉自然而然就在郊区 受冷挨饿病死了 朋友 你敢站出来说 这些医生这些医院还有人性吗 他们的良知还在吗 现在的社会 虽然国家大力开展各种利民会民政策 解决了一些人们看病难的问题 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差距 有不少人还没有能够看上病 许多医生对于病人也并不是一视同仁的 而是有钱者认认真真医之 没有钱的看你难受 想舒服没门 真是当官者有钱者可请家庭医生 农民者没钱者休想看病 在好些医院 医生虽不敢明目张胆地收红包 但在私底下 他会提醒你要守钱规则了 如不守规则 你就别想在这里好受了 所以当今的好多医生是摧残穷人的贵子手 是窃取富人的资本家 现在的好多医生 钱和权利才是他们奋斗的动力 那些东西在他们看来比人们的生命还要重要 他们已经不知道了重视生命的意义 拯救生命的本质了 或许他们已经类似于格朗台了 再或许他们就像康大叔那样看钱了 他们的人生没有了世界 没有了价值 就是因为如此 这片清净之地变为了魔窟 变成了鬼屋 也使人间没有了大爱 没有了天使 只有沙漠蔓延 希望我们的呐喊 能够晃回他们的良知 让世间充满生机 以希望知识的甘霖 多多降于大众 驱除愚昧和无知 反腐畅联 井中长铭 在国家的严打严抓下 愿浩然之气常存 清正廉洁之风常在 愿白衣天使 还是天使 不再被恶魔所迷